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才能摆脱这个世界畸形的看法 各位 所以他很讨厌被拿来跟别人做比较 我想我们先来线上所有伙伴 我想没有人喜欢被比较 可是老师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来分析 来跟你谈谈看 到底其实真正应该比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 其实我想要先用客观的角度 来看比较这两个字 来什么叫做客观角度看比较 各位想象一下 其实比较就是一种分析思考的过程 换句话说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需要比较来帮助我们 甚至老师在带这些所谓的思考型的活动 比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因为我们需要透过比较 然后分析 然后做出更好更有价值的选择 好 所以我们来想想看 可是为什么我们讨厌跟别人来做攀比呢 好 所以发现到了吗 各位 如果你要比较的话 比较对你来说是一个工具 可是呢 如果你被比较的话 你就是被比较的里面的一个选项 其实呢 是因为我们不喜欢被比下来 换句话说呢 我们讨厌比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各位 我们觉得我们会输 所以想象一下 如果假设今天你是个运动员 各位 其实你不会讨厌比赛 为什么 因为比赛呢 某种程度呢 就是你证明你自己的努力 甚至怎么样 换取 用你的努力换取 你应该得到一切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说 你说工具也好 或者说你说 这个我们讲说 它是一个 让你能够证明说 其实你在这一块领域上面 你真的付出很多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觉得这种比较呢 其实不客观 不公平 甚至不应该 其实是因为 我们觉得自己会输 好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 来老师呢 用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本笔记本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各位 前阵子呢 非常红 造成这个轰动 就是说这个 这个学霸的这个笔记本 那 甚至有老师怎么样 买这个笔记本来分析 然后呢 写了一篇文章 还广为大家流传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到说 这个学霸笔记的事件 其实呢 就有学生呢 那时候就跟我说 老师哦 我觉得哦 我这辈子真的没有办法 考试那个聪明才是比不上别人 然后甚至人家做笔记都可以做成这样子 那我怎么样子可以跟他这个有可比性呢 好 所以学生说 如果智商比不上别人 努力还不如人 那这辈子还有什么希望 各位哦 其实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其实就不是这样子了 什么意思呢 好 各位想象一下 其实首先呢 智商的定义 并不是俗称的聪明智力 好 我们早就已经怎么样 已经进入这个所谓的多元智能的时代 这个多元智能呢 其实是包含什么 好 除了一般的语文 数理逻辑 其实我们常常讲说 这孩子很聪明 可能是他的语文能力很好 可是他数理逻辑能力很好 好 那么 其实还有什么 空间 肢体动觉 音乐 人际 内心跟自然 好 什么叫做人际呢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领导力 你可能在众人面前 你比较怎么样 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 领导力 你可能会带领大家 好 那各位 什么叫内心呢 就是你具备这种反思的能力 它的自然是什么能力呢 就是你会观察这个小动物啊 然后呢 你会这个探索大自然啊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我们所谓的这个自立啊 已经不是 就是我们以前讲的 那个所谓的聪明才智而已 好 那么换句话说呢 各位也不是说学霸的智商 就比较高 但是他可能某一项智能是比较强的 好 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此考试的成绩 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智力的标准 各位 你要先懂这件事情 那当然呢 可是当你的考试的成绩好的时候呢 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在考试上有所成就 你就会更努力在上面 各位 这就是我们习惯养成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会有回馈 然后造成我们的循环 所以呢 越聪明的人 越努力 或者这样说 成绩越好的人 越努力 他是非常合理的 好 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得到成就感 他就会觉得 我要继续在这些事情上 这个方向上面 我要继续的 让这地方更好 好 就形成你说的 这个越聪明越努力了 好 来 就像你打游戏 打得越好 就会越投入一样 也就是说某一些游戏 你可能觉得 玩一两下就死掉了 或者是 没什么进展 你可能也不会花时间在上面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 其实 这个结果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跟学霸的态度差不多 什么叫跟他的态度差不多 就是其实我们也是什么样 越聪明越努力 我们也是其实表现得越好 越努力 我们的态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甚至能力上 也不见得差距很大 只是类型不同而已 刚刚讲过了 这个多元智能上面 可能大家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究竟输的是什么呢 好 各位想象一下 既然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能力 其实呢 都跟他差不多的话 那为什么 各位 我们会输给他们呢 因为答案简单 想象一下 为什么这本笔记本 会让大家怎么样 来分析 各位 就好像老师自己在从事 这个教育训练工作 其实有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到说 我们晚上 我们假设我们办这个 反读奖座 那一个晚上呢 各位两三个小时 我老师才收费 三百块钱 五百块钱 各位坦白讲一句话 很多人还甚至还觉得说 哇 这个费用呢 不然说不低 对不起 虽然说不高 但是也不能说它是低的 甚至呢 如果假设今天办免费的 可能来的当然会比较多 可是你想象一下 你在国中的时候 因为老师自己 那个经营补教事业 你想想看 一个国中的学生 他在学科上的补习 一个晚上的时间 各位 可能呢 这个费用呢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六百到八百之间 甚至有到一千块钱 你去请家教更贵 对不对 可是你想象一下 是不是真的这个学科 它的重要性 就比我们现在在教的 这个成人社会 这个重要性更高呢 其实不见得 可是为什么那个时候 你的爸爸妈妈 会愿意花这样的钱 让你去做补习呢 各位 所以呢 为什么学霸 普遍受到大家的认同 而你没有呢 各位 你如果今天做别的事情 态度跟学霸一样 那为什么没有呢 其实因为你们 努力的方向不一样 也就是说 其实是这个社会的氛围 认为说什么 这个国中 这个考试考不好 就要去补习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个钱呢 大家就花得下去 其实这是一种 心理学的一种影响 并不是说这件事情 真的多重要 价值怎么样 而是社会的氛围 期待是如此 其实把游戏打好 跟把数学算好 可能都不太容易 但是大家肯定的是 你把数学算好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氛围 因为这样子就会符合 社会氛围的期待 换句话说 你输的其实不是能力 也不是态度 那你输的是什么呢 好 各位 来 你输的是方向 他们可能很早就开始 往社会所期待的方向前进 那当然各位 也许这个我们就常常讲到说 这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关 所以我们的原生家庭呢 也许怎么样 很早就怎么样 栽培我们 往这个社会所期待的方向前进 因为你想象一下 一个小孩子 其实在成长的过程 很少说他一定会符合 所谓的社会期待 如果我今天 我们都不去管小晴天 各位 我说实话 他回到家里面 他是不会想写作业的 OK 他会想要玩电动游戏 然后玩他的其他的才艺活动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输了的话 各位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我们并没有在 很早就开始往社会期待方向前进 但是所幸的是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各位 社会对你的期待也会有所改变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很有趣 当我们从这个学校毕业以后 其实你从事的各种职业里面 真正会用到所谓这些 我们讲说在学校学的某些基础科学 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多 就像现在很多同学 假设今天你真的出了社会 要你再去背这个抽级元素表 你真的背得出来吗 数学的什么几率公式 或者是三角函数的公式 各位 你真的还能够记得吗 原因你不记得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没有期待你要会记得 所以于是你如果总是比不上别人 最根本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可能是你的能力不足 当然有可能 也可能是你的努力不够 但是最有可能的源头 都来自于你没有超前部署 是的 你没有去想想看说 到底最后面 真的这个时候要了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更超前 它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即便可能现在 在学校里面成绩很好 但是上了大学以后 各位甚至出了社会以后 也许他们也会很迷惘 记得我前阵子 就帮知名的国立大学的课程 然后跟学员的互动 然后就有学员分享说 其实他们要毕业的时候 他们很迷惘 为什么呢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们从小到大 某种程度可能是天之教子 然后进入到一流的学府 但是好像感觉 这个要出社会的时候 很迷惘 他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到 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一件事情是 各位 这个超前部署 某种程度 你在往更后面的去想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我们刚刚讲过了 每一个 在每一个阶段 人生阶段里 社会对你的期待是不一样的 所以 记得这句鸡汤 你不用很厉害才开始 但是你必须要先开始 才有可能很厉害 也许我们输的 只是我们 在这个领域里面 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没有比别人先开始而已 好 所以不是谁比较聪明 而是谁比较先确定 自己的方向 好 所以你还记得老师 这个前几集的这个 我们分享了 一位名人 帮这个 那个蜜雪儿 做衣服的 这个华裔的设计师 好 各位 你还记得老师分享说 他从这个三岁五岁 在幼稚园的时候 他就已经坚定了 要做娃娃这件事情 我们分享这个 吴季刚的故事 所以呢 不是谁比较聪明 而是谁比较先确定自己方向 然后再比谁 能在这个方向上更持久 你可以不必跟任何人比 但是呢 别人依然会比 为什么 因为你还是 我们这样讲 刚刚讲过 比较就是一种 他们做选择的一种方式 因为比较是为了帮助你 他做出更好的选择 换句话说 你依旧要想办法 让自己胜出 所以不是说这个世界畸形 而是什么 而是这本来 它就是应该要存在的 所以最后呢 就是看谁比较符合 这个社会的期待 可是不要忘记了 来 什么叫社会期待 各位 其实这个社会呢 其实也不断地在做改变 就像以前呢 对老师 跟现在对老师 就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人某种程度呢 都可以教你一些东西 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答案 那么老师呢 可能不再是解惑的角色 或传道的角色而已 所以呢 想想看 各位 这个社会会怎么走 它会怎么样期待我们 甚至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先被发现 先被社会认同 可是不要忘了 就是老师要提醒你 非主流也有可能变成主流 所以呢 你不要担心 只是你既然要从非主流开始 就更需要耐心 你不要担心 但是需要耐心 那么当然 如果你是家长的 各位 你也要具备这个真的 耐心真的非常重要 如果你够了解你的孩子 你就知道 即便他是非主流 他也会找到他自己的偏天 好的 来 不怕和别人比较 而是要知道自己 现在输在哪里 所以有的时候 我常常看到这个 家长把孩子送来补习班 其实坦白讲一句话 各位 要符合这个社会当下期待 是容易的 反正呢 这个成绩不好 你就把他送来 但是坦白说 我们也发现到 其实也表示 他们真的有点偷懒 他们没有去想 去探索 这个孩子 他到底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他现在其实最适合的是什么 如果有一天 他能够符合社会的期待 是在哪一个面向上面 各位 其实这是要去探索 这是要去了解的 好 那当然呢 你把他送到补习班 当然补习班的功能 就是要想办法把他的这个 我们讲说学校的成绩提升 我自己呢 然后经营这个补习班 我们的这个班主任呢 其实就是我师大数学系的学弟 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想 非常对教育有想法的 所以我们才会合作 所以我们常常呢 不只是为了看孩子的这个学业成绩 还有看孩子的各个面向 我记得他带孩子去这个台南 去比赛那个什么 这个应该是是无人车吧 还是什么的 反正呢 就是他做了很多热血的事情 然后带孩子去做旅行 然后呢 教他们怎么样子介绍景点 然后呢 这个除了自己去一次场刊 带他们去这个练习之外 然后再一次正式的 把家长一起带去 我们把它叫做教育旅行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呢 各位 我们心里面只有想到一个关键点 就是孩子会长大 他不是只有在这个阶段里面而已 各位 当他今天真的长大以后 也许他也会是我们社会的栋梁 只是在学生的时代 不见得从成绩上看得出来 好 所以今天的每日力量小语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比你厉害有很多可能性 而最多的原因就是 他们比你要早开始前进 各位 所以呢 很多跟老师学这个讲师 这个培训技巧的伙伴 那你也不要急 你要记住 老师已经讲课讲了快20年了 所以呢 你说 我们不是说今天你要超越老师或干嘛 如果你觉得说 奇怪怎么学 好像感觉都学不到那个精髓或什么 你慢慢来 你不要急 好 你相信老师 但是比较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是什么 开始了就不要停止 这是老师一直跟你不断强调的 好 那我们在这个11月14、15号 好 终于能有时间的办理我们这个工作方 这工作方叫做自助学 好 这个自助学呢 就是想要先教大家成为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人 才有机会去助人 那这也是我们讲师培训的第一堂这个 我们讲说这个工作方演习 不过我们有开放是给非讲师培训班的人来上课 因为他是小班智能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我们的官网或者私讯老师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 因为他时间有点长 是两天六日的整天 好 那么如果你觉得 老师我真的觉得我想要培养自信 我想要拥有这个 我们讲说找到自我的这个魅力自信 那这堂课程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 好 那这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好 大家早安